現在為大家介紹的是我 在工作或旅行的途中 連健身房都去不了的時候 我會用自身的重量來做訓練 其中有一個是比較挖人操的部分 就是你一開始站好 然後呢 跳的時候是熟 然後就是這樣重複的往返 它對體能的訓練還有你手腳協調 是一個很好的鍛鍊方式 第二個的動作是訓練你的腰部的肌肉 因為腰部是最難鍛鍊的 它就是除了大家平常知道的八塊肌 還有你的一些側腹肌什麼的 然後這個呢 就是你趴下來之後呢 就像伏地挺身的動作 但是上身挺直 腳呢 做一個剪刀腳的交叉有沒有 左右腳交換 這是一個還不錯的運動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比較 上肢下肢的那種類似馬克運動 田徑的馬克運動呢 再加上手的交叉 就可以讓你這個上下肢的協調性跟節奏 能夠做一個配合 自己呢 衡量體能 然後定一下訓練目標 由輕到重 跟由少到多 然後多重複幾次 自己定好計劃 可以得到一個不錯的體能訓練 然後再次做一下 做一個筋排 大概是一個筋排 我覺得我可以得到一個筋排 好多重複 然後再次做一個筋排 然後再次做一部 對筋排 然後再次做一個筋排 很好吃 好多重複 我可以得到